大家好,我是邱平,我现在在湖北八东 对面属于湖北宜昌 我们这两年看了很多大桥 特别是长江上的,还有黄河上的 都气势雄伟 很多爱创造的世界第一 特别是武汉,很多长江大桥 那么在湖北恩斯,贵州,还有湖南,湘西 很多大山 所以呢,连接山一山的也有大桥 那么这座大桥也同样了 创造了很多世界第一 它就叫做四渡河大桥 下面也是一条河 在恩斯这边大山特别多 很多地方都是悬崖峭壁 那么修建公路的时候 架设桥梁就必不可少了 以前这个地方没有制作桥梁的时候 两岸来往 绕着盘山公路,起码两个小时 就是我们经常说的 直线距离大概一公里 但过去的话却无比坑烂 所以在大山里和峡谷里 各种桥梁就诞生了 四渡河大桥位于湖北宜昌 以恩斯交接处 是上海到重庆高速公路的一段 横跨了眼前这个四渡河峡谷 从航拍的画面也能清晰地看到 这个峡谷的宽度大概一公里 在大山里面建造这样的桥梁是非常少见的 因为长度太长 并且在峡谷建造困难程度比在其他地方增加了无数倍 故而眼前这些大桥也被称作是全球深山峡谷里面最长的悬索桥 这座大桥也是中国国内首座山区特大悬索桥 2004年8月开始兴建 2009年11月份通车运行 大桥由主桥 引桥 两岸的桥塔等组成 全长1365米 其中主跨900米 桥面到谷底的高度是560米 按照楼层来讲的话 差不多有200层那么高 所以大家想一想是什么概念 桥面是双向四侧道 设计时数是80公里每小时 总的投资6.18亿 这座桥由于是高速公路 所以上面是不能关井的 假如说如果有关井台 大家从上往下看 有多少人会害怕 其实想一想啊 在这个地方 蹦极是不是非常有意思 为什么会说到蹦极 在湖南湘西有一座大桥特别出名 就是矮寨大桥 那个地方已经被评为5A级景区 那个大桥可以参观的 听说前不久呢 准备了蹦极 就是以后去矮寨大桥那边 有蹦极可以游玩 如果说这个地方也能够开发成景区 那是不是一件很完美的事情 希望以后能够变成 我们经常看到很多气势宏伟的大桥 特别是在云丹上的北盘山大桥 在有大雾的时候 不管是北盘江大桥 还是眼前这个四渡河大桥 看起来都是像空中的建筑 仿佛看到人间仙境的感觉 其实四渡河大桥和北盘江大桥 是有奄奄的 我们知道现在的北盘江大桥 被称为是世界上最高的大桥 其实在之前四渡河就是最高的 两子相差仅5米 北盘江大桥565 四渡河大桥560 一个是全球第一 一个是全球第二 都在我们国家 高度比国外的最高大桥 还高上差不多有上百米 在大山绝壁上修建这样的桥 并且高度离谷底有560米 那么肯定会遇到很多困难 并且这些困难一开始都很不好解决 四渡河大桥属于悬锁 最主要的就是将铁锁 钢缆这些怎么运作到对岸 整个桥基本都是在高宫中 钢缆铁锁又不能焊接 所以呢这个难题一直困扰着 我们看到大桥的主钢缆 是在桥两岸的桥墩上面 桥中间是没有桥墩 一般正常情况下 是把钢缆固定在一侧 不管是东侧也好 西侧也好 然后送到对面山上的桥墩 就跟平时我们扔东西一样的 一块石头 然后绑着线再扔过去 这个线刚好就到了河对岸 但是呢 这里不是我们想的那么简单 一条钢缆差不多有上千吨 怎么运送过去 肯定不能说能扔过去了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难题 有很多人都会说 那直接通过下面那个陆地 一直运送过去不就行了吗 其实不难 我们可以看到桥是在高空中 连接着两座大山 桥下面就是巨大的山谷 桥的两侧都是悬崖绝壁 那么我们走路都要走几个小时 你扛上千吨的钢缆过去 那根本是行不通的 另外一种考虑的方法 就是说用直升机把钢缆吊送过去 但是实际考察后也行不通 疑点是钢缆太重 直升飞机无法运送 还有一点 这里是一个巨大的山谷 风力太大 直升机无法长时间在空中悬停 所以这个方法也行不通 当时这个困难就卡在这里了 一时没有办法 但是经过一段我们专家 学者的长时间的努力 终于想到了一个方法 我们经常看电影 很多人看过火箭发射 没错 四渡和大桥最后就运用了火箭技术 这个也可以说是全球第一个 用火箭技术来建造桥梁的 通俗一点就是把钢缆绑在火箭上面 然后火箭点斧发送 钢缆也就通过火箭运送到了桥的另一侧 当然了这个是经过严格测算的 那么就这样钢缆通过这枚火箭成功的 跨过了这个一千多米的深山峡谷 最终呢四渡和旋锁钢缆 就是通过这种方法构造好了 这个非常了不起吧 所以说中国基建确实厉害 也被称为基建狂魔 所以说四渡和大桥是世界上首创 大跨度旋锁桥仙导锁 火箭抛松技术 也就是说首次将火箭技术 引入到旋锁桥来进行施工 巧妙地将军用技术和桥梁技术 结合在一起 四渡和大桥的建造成功 填补了国内外在风高 古深复杂地形的山区 进行大跨度旋锁桥的技术空白 就是在很高的山峰 然后谷又很深 周边都是悬崖绝壁的情况下 建造成功的 为后面我们知道的 也是最熟知的北盘江大桥 建设奠定的基础 北盘江大桥 一直在传说当中 我没见过 很多人去看过的 以后去贵州还是走一走 同时四渡和大桥 也是中国规模大 难度非常高的 山区桥梁工程 随着四渡和大桥的建设成功 和顺利通车运行 有利地促进了 我们国内山区 大跨度桥梁技术的进步 特别是在恶劣地质 地形条件比较复杂的情况下 提供了很好的技术帮助 总体来讲 我们国家的建造者 设计者厉害了 中文字幕处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看完这座大脚 由衷地敬佩这些建造者 这些设计者 太佩服他们了 在崇山峻岭悬崖绝壁上 建造了一座伟大的建筑